我希望把剛剛的動作 把它變成一串的程式 也就是說我現在不需要像剛剛再做一遍 而是按個按鈕自動把資料查過來 然後下面這個按鈕一直改成清除好了 我直接拿這兩個按鈕來改 本來有三個按鈕 你留兩個就可以了 清除比較簡單 把它Ctrl 一下 所以我們先錄清除好了 也許你用開發人員 清除怎麼清除 這邊乾脆叫做清除 有沒有 名稱給它一個叫清除 那怎麼清除呢 其實很簡單嘛 你按確定中 我是最快的方法 乾脆你點一下A欄算了 整欄清除 然後按個delete 好這樣OK了 所以選A欄然後delete 然後把它停止錄次 然後我們清除就寫完了 劇集裡面的話這邊應該就有個清除 不過因為我這邊還有別的檔案 所以我把這邊還有別的 把這個 樂透調這個把它關掉了 OK 現在不能關 我先 把這個先關掉 這樣不會干擾 那清除錄完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 把那個 剛剛的動作 再做過一遍 把資料查過來的動作 那可是問題要怎麼錄製 再來的話 一樣 那個名稱 我叫做黑名單篩選的劇集好了 所以這個名稱好了 那底下的話 就錄這幾個動作了 那各位注意一下 你們可以參考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二頁 這邊總共有註解 這個註解是後面才加的 1到8 OK 反正就這幾個動作 那我做一遍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把剛剛 記得我建議你先彩排一下 那首先可能要注意一點 因為這裡是跨工作表的 所以記得 你工作表你不能直接先切過來再錄製 你要先考慮一點說 你將來按鈕的位置在哪裡 我們按鈕在這邊 所以你一定要從這邊出發 那你第一步一定要點擊 這個工作表的動作 一定要被錄進去 如果你沒有錄進去的話 那一定會NG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你切過來之後 你要再點哪裡 記得一定要點B2這個儲存格 把它輸入公式 但是切記 你不能郵標已經在這裡了 如果你已經在這裡再點 那就會NG了 為什麼 因為你郵標已經在這邊 你點它 它不會幫你寫那行程式 所以我建議郵標一定要移開 不要放這邊 記得一定要點擊這個動作 要被錄進去 如果你沒有錄進去 那就少一行 即便你點它 它不會幫你寫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 把它打勾這個OK 然後向下填滿 另外可能你要先把篩選狀態 先把它恢復 OK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 所以我已經彩排過 點擊這邊 公式不要刪掉 那我們就開始 假設已經彩排過了 然後我開始錄製 錄製聚期 這邊叫黑名單篩選聚期 按確定 所以Step1 點選查詢名單 所以它會錄一行叫 序齒查詢名單.slate OK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 郵標放在儲存格叫B2 點它一下 這個應該叫Range B2.slate 郵標放這邊 第三步的話 把公式輸入進去 所以上面點一下打勾 4的話向下填滿 快點兩下 OK 那5的話就是什麼 我們要篩選 所以郵標一樣在點B1 這個動作 一樣要點 然後在資料裡面的篩選 篩選還記得剛才的動作 就是把全選打勾取消 留下1的 按確定 那最後的話 就是把查到的資料 把它call到查詢結果 所以請你 要怎麼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記得喔 用快速鍵 游標先放A1 然後呢 Ctrl Shift向下 選到下面 然後Ctrl C 複製 接下來就切回到查詢結果 所以點一下查 所以 點擊這邊 然後游標一樣放這個的A1 記得預設不要放進來 因為如果預設在這邊 如果已經在這邊 你點它不會幫你寫那一行 那將來會出錯 OK 所以點一下這個要入鏡 Ctrl V貼上 好 完成了 這邊注意 每個步驟都很重要 只要你插一個步驟 你最後入下來就NG了 好 那最後把這個聚集給停止掉 OK 那接下來就是來看結果 結果不OK 清楚看不OK 執行 清楚應該沒問題 清楚不要 然後再來就是黑名單篩選 不OK執行 欸 OK 有沒有 滿正常的 然後清楚 那如果你假設 你說老師我錄下來怎麼跟你不一樣 那表示你NG了 NG你就請你重來 重錄一下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錄完之後的結果 當然你可以再把它編輯一下 比如說黑名單篩選聚集 按編輯 那你就可以看一下 Visual Base這邊 然後你可以看到錄下來的程式 就這一些啦 自放大 工具 選項 撰寫風格 把它放大到14號字好了 這個叫黑名單篩選 的一個模組 那基本上動作都在這裡啦 所以我會把這邊加上註解 有沒有 這邊就一 由 怎麼樣 郵標切到這邊來 所以他會幫我怎麼樣 寫一行敘述 叫敘迟 查詢名單 這個 點 slate就切過去 二的話呢 郵標放在 B2儲存格 所以二 郵標放在 B2儲存格 三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 輸入公式嘛 輸入這個公式 康乙福這個公式 然後再來 四的話就向下填滿 有沒有 然後向下填滿就 Otofill 這個其實之前都做過了 然後再來就是 郵標再放在 B1 做什麼篩選 所以這邊的話 郵標放在 B1 有沒有 郵標放在 B1儲存格 然後呢 底下就是 再按下篩選 有沒有 這個動作有印象 然後篩選完之後的話 我們再把它 選起來 所以底下這個 A 這個篩選應該是 這兩行 這兩行 然後這邊的話就篩選 再來就是第七 把底下的選起來 所以郵標放A1之後 Ctrl-Sq的向下 Ctrl-C 那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把它切回到我們的查詢結果 把它貼上 貼上就是叫做PASS 有沒有 就貼過來了 所以總共有八個動作 當然後面我註解沒寫 你們自己寫 反正因為這個要寫滿多字的 你就應該慢慢看得懂了吧 OK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 你能夠錄字聚齊 並且能夠加上註解之後 其實你就會越來越清楚 所以你到底錄了什麼 那將來如果假設你說 老師那很多我錄 我發現其實它都會有固定的寫法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用錄的 我用改的 我用自己寫給我 當然可以 因為它其實就是把你需要寫的程式 幫你產生而已 那以後如果你自己會寫 當然是最好 可是如果你自己要寫 恐怕沒那麼容易 所以如果沒那麼容易沒關係 你可以先利用錄製的方式 漸進的 階段性的 當然以後如果你假設 你說是我已經很熟了 我自己寫OK 如果你可以自己寫的話 那你可以寫出非常非常多的變化 也就以後的Excel 真的你都不用動手了 按個按鈕 說是OK了 像之前的那個學生也是一樣 他說老師我現在工作 基本上都會在寫程式了 我很少在自己再動手了 因為都寫好了 每天按個按鈕就OK了 這樣好處就是每天時間真的變多了 OK你可以 所以它變成說 然後它工作慢慢轉換 就變成說 它想程式的 想那個怎麼樣把 工作轉換成程式的這些時間 比它自己一直Ctrl C Ctrl V 的時間 還來得更多 多很多了 而且它那個鍵盤上的C Ctrl C 上面好像比較不會 好像一直誤障 因為很多人每天都要C Ctrl C 用到都壞掉了 好啦試一下 請各位先把剛剛的動作把它做完 所以我現在錄下來就大概這些 其實雲端上我看一下 雲端上就是這些 所以我其實假設我要把這些名稱弄過去 其實道理是差不多的 也是一樣可以從這邊把它加過來 所以寫完應該就是長這樣 就是一到八 總共八個動作 試一試看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 我們先下課後 小細節 快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